超美超華麗卻清感的水霧光氣墊粉餅 悄悄在春夏成了主流 你知道這些氣墊粉餅到底有多神氣嗎 哈囉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原本以為氣墊粉餅在這兩年 已經在底妝市場上退燒了 沒想到啊沒想到 今年春夏好多品牌 又重新推出了厲害的氣墊粉餅 那麼現在春夏季節到底我們應該怎麼選擇一個好用的氣墊粉餅呢 在選擇上面的話我個人覺得最簡單的方式是觸摸 你要去感受這個感覺 因為還是有一些些例如說比較北方國家的 那我們就不方便說是哪一些國家呢 它呢其實因為比較乾 所以它在做保濕力的話或者保濕程度會比較高 所以你要去摸它 怎麼摸呢就是你上上去之後都會有光澤 但是等到三到五分鐘你等一下下它會吸收 吸收完了以後呢用手背去觸摸 不能用手掌觸摸 因為手掌觸摸的話你的感受會消失不見 它就覺得還是要差不多 但是你用手背觸摸的感覺 你會感受到那種乾那種清爽 還是覺得還是很黏膩的 當然黏膩的話在春夏其實就不建議可以選擇 我會建議是如果你摸起來清爽的話 那在夏天會非常的適合 第二個呢面紙 面紙是你的好朋友 擦完它以後呢拿面紙去沾它 你看你回沾的程度有多少 還有有一些些一沾完之後上面就是有一個油光圈在上面 那個我們在夏天也是比較不適合的 在挑選氣墊的時候你一定要試 你不能只是看到各家只是用縮的 你一定要到櫃上然後試 並且呢像我在這邊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你可以稍微用 因為現在大家都戴口罩 你可以稍微用衛生紙偷偷地清壓一下會不會沾 如果不會沾的話這絕對是你今年一定要買的氣墊 因為你現在戴口罩你也不希望你口罩拿下來就是很胎哥 不好看不優雅 我覺得今年的氣墊粉餅啊 一定要選擇一個輕薄薄透 比較不會有黏膩感的妝效 因為我們台灣的天氣 畢竟是比較是海島國家的氣候 我會選擇比較不要有太黏膩感的來做使用 我想要氣墊粉餅能夠創造出又薄又具遮瑕力的底妝效果 我們來聽聽彩妝師怎麼說 輕薄遮瑕這件事情其實是極端的相斥的 很多人都不知道該怎麼去解決這個狀況 我的建議是你先選擇氣墊粉底 整臉全部上完之後薄薄的推不要後推 原因是因為不是整張臉都那麼糟糕 那麼多痘痘對不對又不是麻風餅 氣墊有很多地方呢像是鼻翼啊一些小地方 其實我的建議是因為我們有三根手指頭嘛 我就把它壓成第一根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漂亮的角度 然後做一個局部性的按壓 那這樣子的話呢在小細節小地方的時候 我也可以用一些小小角度 把我們的唇邊修飾得更漂亮 鼻翼的地方法令紋的地方 都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按壓包括眼角 所以你只要變換你的小手指 就可以完成這樣子的一個效果囉 我會建議薄薄的推完之後呢 你去看你剩下多少東西你看得到的 例如我這裡有一顆痘痘很明顯 當我推完氣墊之後我發現 它這裡還有一顆痘痘 我這邊還有一些些泛紅跟毛孔 所以你再拿出一個遮瑕膏 我覺得遮瑕膏一定是你的好朋友 因為它才能夠創造出高遮瑕度 非常自然的妝容 所以我會選擇一個好的氣墊 上完之後呢選擇局部性的遮瑕 點兩個區塊就可以達到完美又自然的妝容了 千萬不要為了這個痘痘 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讓我整個臉的粉感會變得很厚重 好像一個面具臉的狀態 亞洲像台灣的趨勢是比較希望呢 自己的妝感能夠更輕薄更透亮 更快速更簡易的可以上妝 現在我們有做一些市場調查 有針對亞洲女生呢 她其實是喜歡快速精簡方便的妝容的感覺 就是可以減半你大概可以多睡大概十分鐘 大家一定都會有 家裡面一定會有海綿 然後也一定會有美妝袋 那這兩個呢 你就可以直接呢快速的上妝 紮實的讓你的皮膚呢有一個到完美遮蓋的效果 那如果說你家裡你想要更快速的話 你家裡呢如果有比較蓬鬆的刷具呢 你可以直接沾氣墊粉餅快速 它可以達到一個快速光澤感 那如果說呢你家裡面呢有粉底刷的話呢 直接刷的話可以得到一個均勻無瑕感 這三種方式 除了用氣墊粉敷以外 我會建議你全臉先薄薄的撒 然後你局部再去做眼周啊 鼻翼嘴角 就第二次再去做假想就可以了 就不要第一次全臉使用的量過多就好 建議先從下二線輪廓的地方 先由外再往內輕輕的做按壓去堆疊 然後你順便可以看輪廓線的位置 再次跟脖子確認你當初選的色調是不是一致的 今年春夏的氣墊粉餅啊 其實跟以往很不一樣 因為以往的氣墊粉餅就是有點油光感太重 而且越拍會越底妝感很重 那現在啊就是越拍越輕 而且加了一些保養成分 可以讓皮膚有點淡淡的水霧光效果 都是不錯的選擇喔 這個是我們的蟲草氣墊 也會我覺得真心的推薦它的原因是 因為它在保濕力表現非常好 妝容很有光澤 很像水煮蛋的一個肌膚 但通常都會覺得很油膩對不對 但是這一款呢完全是適合於春夏 所有的女生都可以來試用它的原因 是因為它上去很保濕 可是你觸摸 記得用手背觸摸完了以後 它其實是非常清爽的 是非常適合混合性偏乾的女生 但有的時候混合性偏油不是也很多嗎 它剛剛好在中間 只有極油跟極乾的人 可能沒有那麼適合其他的人都可以使用它 剛剛小寶老師推薦了這個 Bobbi Brown的這個高保濕的氣墊 其實它不分任何膚質都能使用 可以幫你的肌膚保濕又控油 那我自己啊其實是一個滿容易出油的人 所以呢我自己也真心推薦另一款 就是雅思蘭黛的這個粉持久的氣墊 因為喜歡雅思蘭黛粉持久系列的人 應該都知道 它這一款粉底就是可以做到很好的持久 遮瑕跟清透的效果 像我們這種油性肌膚的人啊 因為皮脂一分泌 你再加上氣墊很容易就氧化 就讓你的那個底妝啊越拍越暗沉 那這一顆真的不會 因為它越拍啊其實是皮膚會越水亮 而且重點就是遮瑕效果很好 呈現出來的效果啊是一種柔霧光的感覺 跟一般傳統的那種氣墊粉筆 那種很油亮的感覺很不一樣 所以非常適合亞洲的氣候使用 我會推薦這個極光氣墊呢 最主要它有一個蘭蔻創新的空氣粉體呢 小瑕疵可以有遮蓋力以外呢 它可以創造出一個極光感的水量清透 不管你的布礦是中性油性或者是乾性油性 它都可以適用這一款極光氣墊 因為它最主要裡面呢 它還有針對我們的玫瑰精翠呢 它可以加強我們的保濕力以及水亮度 剛剛老師啊介紹這一顆蘭蔻的極光氣墊粉筆 其實呼應到現在這個女生想要保養肌膚 就是想要讓肌膚更水更亮更透的一個趨勢嘛 如果你喜歡肌膚呈現這樣的質感啊 我可以另外再加碼推薦一個 我本人也蠻愛的就是這個 Jojo Armani這個五葉藍的 也是一個標榜極光的氣墊 就是它去年年底啊 推出了一個有加普魯式藍的一個粉底液 其實是可以幫你平衡我們亞洲人皮膚的黃感 那一顆粉底液其實蠻受到歡迎的 所以他們就加碼再推出這一顆氣墊粉餅 那這顆氣墊粉餅我其實也覺得 跟一般的氣墊蠻不一樣的 它裡面啊其實長相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因為別人可能就是一個海綿氣墊 可是它裡面啊其實有一個就是 他們叫做冰絲篩網就是這一層膜 那它裡面的那個粉底液其實是固態的 那如果你一壓經過這個冰篩這個網子一壓上去 它的粉底液會從固態變成水液 那它使用的方法其實也蠻特別 就是如果啊你是輕輕的拍 輕輕的拍沾一點輕輕的拍 你的皮膚就會有點微微的遮瑕感 那如果呢你是用轉的拍在你皮膚上面 就會有高度的遮瑕感 那如果你是深壓就是壓很多 再使用在臉上 臉上一直拍一次拍就會有一種水霧光的效果 所以一顆氣墊它其實可以做到三種的滋感效果 我真的覺得還不錯 那另外啊它裡面啊其實含有一個玻尿酸的粉底 所以其實就是越拍越水越亮 我會推薦這一款蘿拉的幻顏氣墊粉餅 它是蘿拉的第一個氣墊式的粉底之外 我會推薦給大家 因為它裡面還有抗污染科技 它有SPF50 PA三個加 所以夏天女生做補妝都蠻適合的 還有蓮花萃取物 可以長效釋放亮白 另外呢還有鑽石光粉末 鑽石光粉末裡面還有藍光跟綠光 可以修飾膚色不均勻的問題 所以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這個它比較沒有分季節 然後膚子也沒有做任何的挑選 都可以做使用 然後我會建議大家去櫃檯 有專業的彩妝師為你做選擇的服務 那Lora Mercier可以利用這個 它們這個附的海綿 因為有不同的質地 創造不同的妝效 那另外一顆啊 我覺得也蠻值得介紹 也是日系的代科 它們自己也推出了 今年第一款的氣墊粉餅 是標榜微霧光的氣墊粉餅 也被暱稱為保養系的氣墊粉餅 那跟人家不一樣 就是我覺得它的容量好像比較大耶 它是屬於比較濃郁質地的 一個氣墊粉餅 裡面它加了非常多的保濕成分 因為它們是號稱保養系的氣墊粉餅 然後能夠創造出一種 好像肌膚上有一層薄紗的感覺 一點點的微霧光不會太油亮 我其實蠻喜歡它們家的味道 就是代科它們都有一種彈花的 這種彈木的香味 就是拍在臉上還蠻有療癒的效果 所以如果喜歡日系產品的人 其實也可以去選擇代科的這顆氣墊 以上就是三個彩妝師教你的一些 氣墊的上妝手法 你有沒有學會 還有這六顆的氣墊粉餅 其實都是蠻不錯的選擇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彩妝保養 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拜拜 拜拜 這孫子幾歲 二十四 這麼老了 老子你這樣不能摸過 真的喔 怎麼那麼老啊 因為你看起來就是孩兒耶 十七幾八歲 你說看起來嗎 你也很敢講耶 上次看老師講的 他有的話能聽 都會飛了好不好 不要相信他的話 他都亂說話 是啊 你好